哈囉,各位好 我是紀錄專業 歡迎收看 紀錄專業DIY教學 好,剛剛發生了一點意外 那我們開始吧 好的 事情是這樣的 剛剛就是想說換個這個氣缸頭的電片 對,然後 就拆油箱嘛 氣口棒不拆起來 可以看到 這個氣口棒不是塑膠的 油管這邊已經跟這邊咬死了 稍微拉一下 它就斷掉了 對,它就動了 所以又要噴錢 早知道不弄了 肉油也很嚴重 那 先這樣,那我們就繼續試工 然後那顆油箱現在躺在那邊 那 後天就要上班了 現在還沒有掉 要等到 下周一 今天是 一般六了 好,那就先這樣了 OK 那我們要換這個 氣缸頭電片 氣缸蓋電片 我拿這支 RI1265的衝擊起子機 對,然後去拆這 這四顆螺絲 這四顆是10號的螺絲 好,那拆給各位看 好 好 這樣子我們這個電片就拿下來了 然後跟各位 稍微提一下 就是在裝庫隆這個電片的時候 我建議啊 有個地方要上膠 就是這個半圓形這邊 它角落這邊 這邊可以上個膠 電片膠 對,因為它 其實你去觀察 它其實就是 那個地方在漏油 對,你看 就這邊 這邊在濕的嘛 OK 好 先這樣 手油油的 好 這邊我用 煤油來刷洗 清潔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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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各位接下来我会对证实 那对证实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那个 RFECU 导板 还有爱卖修Vic 那他们都已经拍过一些很 详细的影片了 那这边我就不拍了 你们可以去他们的频道去看一下 好 那就先这样咯 好 我想一想还是跟各位讲解一下好了 这个大概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这个左曲軸箱盖这边啊 这边有三颗八号的螺丝 拆下来之后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盖子就拆下来 然后 这里 就会进去转 转我们的磁缸 那这里有个室窗 好 这里 有没有看到 这里这个 这个视窗可以看 可以对证实记号 那接着 剩下的就是 ReleaseForce老板跟Vic都拍过了 好 就先这样子了 好 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料号啊 这个料号是 12391 LGM5 900 好 那我刚 那个 气门已经调完了 气门间气调完了 那 准备要换这个 我们这个气缸头垫片了 气缸盖垫片 好 OK 那我们在这个角落这边啊 可以塗上一点点 好 一点点胶 那因为我的免电胶 已经太久没用都硬掉了 然后 剩下这 就是 会看到我用一字起子 是因为我一字起子 直接把罐子错过 好 在想碰到什么 就是 这里啊 边边角角 来个一点这样 算了 有多的我就把这个圆的地方 好 这样 它基本上就这边啊 这边容易漏啊 好 我就只上这样 好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对 好 好 那就先这样了 我等一下就直接上车 好 开始装了 但是装这个之前啊 要先确保 先确认我们的那个 我们这个气缸头的这个平面啊 是干净的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那接着我们来装盖子啦 建立哥可以买这种 这种 套筒 这边有做这种压花的 我们在转的时候 就会比较好转 手动转的时候啊 手动转的时候啊 OK 那我这边使用这个 AC德科的那个 ARM601-3 他是三分的 那来对这个我们气缸盖的螺丝上扭力 好 然后 我们 开始吧 好 好 今天分享就到这边了啊 如果喜欢的影片 记得下面按赞 订阅留言 加分享 记得什么 开启小铃铛 拜拜 我要去定期有棒浦了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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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